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又要去有意思的地方玩了 听说这个世界来了一些新朋友 你好啊音乐女孩 早就已经听闻你的大名了 你准备在这里做什么呀 似乎在建造的什么东西 难道说看着这个配色 你不会要制作出一个非常大的音乐小子吧 恭喜你猜对了 那我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就是音乐小子手里拿着的钻石剑 过来不去你不会要来打我吧 糟糕糟糕先躲进去 哈哈这个家伙块头很大 火力也开了 居然放D&D占我房子 你到底有何居心 可恶啊完蛋了 真是太气人了 没想到他们不是朋友而是敌人 这个就是音乐女孩住的房子了吧 咱们过去报复报复她 这是在做什么研究吗 看这一切暂时都还挺正常的 这边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她在那里藏了钻石 好家伙 她已经出去了 现在这个钻石就是我的了呀 就在里面了 果不其然啊 箱子里全部都是些好东西 那我就不客气了呀 谁像你一过来就欺负我呢 我溜了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我靠我靠 又是熟悉的方块 我感觉大事不好了 你又要召唤音乐小子了 见得这么高大 不过你这些脑袋 是不是放错位置了呀 居然放了三个 难道说召唤出的 好吧 还是音乐小子 那我也正好认病了 被欺负了那么多次 音乐女孩 你居然还敢到我面前出现 今天让你好受的 趁你现在不注意 嘿嘿嘿 直接在你后面偷袭 这一次算是长剧情了吧 哎 他的房子为什么 还会有音乐小子的海报啊 进去看看有什么猫腻吧 全部都是音乐盒子 难道说他和他是好朋友 我有着不好的预感 音乐小子又过来了 不过这次他好小 我靠 还会变大 这么大我可打不过 哇擦哇擦 居然还双手断石剑 你真的是过分啊 完了完了 这次我又输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哎 这个地方居然有现成的音乐小子召唤雕塑 这个真是天着我眼啊 召唤出来他的话 让我先想想啊 你个家伙居然还敢过来 看见吧 哈哈 现在就没有人可阻挡我了 什么情况 又来一个 这个脑袋长得像泥土的人 想做什么 喂你住手 糟糕 居然是他召唤出来的 嘿嘿嘿 你好啊 你不会伤害我吧 有时候意外太多 真是预想不到 这一次两个雕塑都在 按钮 哇哦 他们两个都被我召唤出来了 大事不妙 先走一步了 现在我只想要好好的在我房子生活 不想被打扰了 外面倒也非常的平淡 叫上我的好朋友一起出来玩吧 小黑你要去哪里啊 这边这边跟我来 前面的雕塑 前面的雕塑 好像是索尼克哎 一段时间就先收集着 但是这个索尼克就有点不一样了 让我来琢磨琢磨 这个家伙到底怎么用 真不错 被我召唤出来了 大事不妙啊 小黑你 我靠你别过来 没打中 嘿嘿 哦哦 完蛋了 呦呦 那个不是小索尼克吗 怎么还在这里种菜呢 正好是我报仇的机会啊 趁你不注意 直接搞得呼吸 嘿 我这个弓箭威力 为啥就这么小呢 不行不行 打不动它 喂喂 小子你别跑啊 准备被我揍飞吧 没想到你这生命值还挺厚的 太可恶了吧 居然打不动它 你爬到上面去 有什么用呢 我靠 大型索尼克 糟了糟了 完蛋了